好那接下來我們轉換焦點 要帶大家持續來關心到 就是上個月發生在新北永和的分屍案 當時警方破案之後 就有曾經開過天眼的攝影記者 他要到分局去採訪的時候 就突然聞到了一股濕臭味 而他抬頭一看就發現 死者就出現在警察局的上空 彷彿正在等待哥哥落網 各樣的靈異事件頻頻傳出 73歲的梁姓男子為了4萬塊 殺了54歲的親弟弟在分屍 落網後被帶回警局 現在卻傳出靈異事件 有記者指稱死者的亡魂在分局出現 根據《荊州刊》報導 一名電視台W姓攝影記者 當時為了拍攝梁男被帶回分局的畫面 坐在分局門口等待連線 沒想到卻突然聞到濕臭味 他抬頭一看 竟看到死者出現在分局旁 似乎是在等哥哥 《荊州刊》報導指出 這名曾開天眼的攝影記者說 他看到的死者影像不太清晰 身旁有一團雲霧 至於他怎麼知道是死者 這名攝影記者說 就沒頭 沒雙手 沒右腳 不是跟死者一樣嗎 此外 警方為了追查梁男的行蹤 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 發現梁男從9月1日晚間開始 就拖著一紙紅色行李箱 平凡進出公寓 警方仔細觀看監視器畫面 赫然發現其中一個垃圾袋 竟露出一隻手掌 像是在喊冤一樣令人毛骨悚然 而我們一題五間新聞 也獨家找到了這一名攝影記者 一起來聽聽看他當時看到的情況 好 第一天我到現場之後 就是就感覺怨氣很重 但是那時候都沒什麼 就是沒什麼奇怪的感覺 但是到第二天去分局連線的時候 然後一開始就是我們八點連完 我要等九點的連線 然後我就坐在分局左邊的階梯上 那我就在打手機嘛 然後打手機的時候就打著打著 我突然就聞到一股很濃的絲臭味 然後我就不經意抬頭看 那抬頭看就看他 站在就是分局左邊那個柱子那邊 那因為很模糊 就是非常模糊你也看不清楚 但是很明顯就是他只有一個身軀一隻腿 那我想說你站在這那我不要打擾你 我就坐到分局的右邊 那坐到右邊之後我們就一路連線 連到 連到快十一點多 最怕連完我們就回公司了 但是我離開前他還在 後來回到家我就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他怨氣太重 那我就又是發燒又是喉嚨痛 又是把全身都不舒服 然後因為沒休假嘛 所以我又過了兩天才去找老師 那 聽先佛講是說他很 在意他的身軀啦 就是他希望說 警方將他的身軀找回來這樣 但是先佛跟他講這有難度啦 那就請他放下好好的去地藏王 不殺那邊這樣 那後來老師幫我把身體清一清 就好很多了 其實警方第一時間鎖定的嫌犯 就是良性死者的大哥 因為在過濾入口監視器畫面的 這個時候他就發現了其實其中一個垃圾 在進來露出了一個手掌 似乎是死者在喊冤 警方當時上門查看 現在屋外聞到濕臭味 驚覺不對勁 破門後果然在房間的窗邊發現一具屍體 警方懷疑凶手因是熟人 詭異的事 與死者同住的73歲大哥行蹤成迷 而且他沒有使用手機的習慣根本聯繫不上 為了確認良性大哥的行蹤 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 發現良性大哥從9月1號晚上開始 就拖著一紙紅色行李箱 頻繁進出公寓 上週一中午又提著兩個垃圾袋出門 值得一提的是 警方仔細觀看監視器畫面 赫然發現其中一個垃圾袋 竟然露出了一隻手掌 就像是死者在喊冤 接著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國道4號西巷彈子系統 昨天晚上9點多 發生一起騎士墜橋的意外 可是警方當時是獲報說 有一名24歲的檢新男子 他就騎著這一台黃牌的重機 進到國道裡面了 那警方巡線追查的時候 卻發現說 這個機車他就在這個扎道口 這邊停的好好的 可是騎士人不見了 那警方後來到處去追查之後 最後才在這個扎道的橋下面 發現簡性男子的屍體 而且發現的時候已經明顯死亡 國道警方昨天晚上接獲通報 有監視器拍下有機車 進入到了國道4號 因此立刻沿線追查 並通知交況中心 但是警方到了晚間9點50分 卻只有在潭子扎道路間 發現車輛 並沒有看到騎士的身影 而現場也沒有車禍的跡象 一直到警方再往橋下搜尋 才在內側發現了檢性男子的遺體 疑似是因為墜橋死亡 至於墜橋的詳細原因 目前仍有待調查理期 因為墜前的界面 的封將再看到沿線 更淺 另外一 لا 在空會 算命 入職